大家看一下 这是咱们同学问的问题 那我就第一个问题来解释一下 MBR、MAR是组存还是CPU 你认为这样的问题 这个选择是组存和CPU都不对 然后第二问呢 为什么要设置在CPU内部 首先我们说呢 由于这个同学的问题 所以我在作业里面增加了名词解释 MBR、MAR 你要知道这个MBR、MAR的英文缩写 那你就很清楚了 它不是组存也不是CPU 它是一个组存器 我在上课的时候呢 也已经说过了 所以我在每堂课呢 都说大家要拿出纸和笔 然后呢 做好这个课堂笔记 没有人只听完了 然后能够把它全记下来的 因为这毕竟是一个全新的一个内容 这也是呢 我们计算机科学技术这个 专业基础课里边相对比较难的课程 我告诉大家不难是呢 我希望用我这么多年的教学的积累 然后用简单的方式让你理解 但是并不是它真的很简单 所以你要做好笔记 你要认真的听 而不是一问的说 那个老师你给我PPT 我PPT上也没有解释MBR是什么 MAR是什么 都是我在给大家说的 那这个M呢就是memory B呢就是buffer 存储系缓冲 R是regist寄存器 那这个A呢是address 那就是存储系地址寄存器 所以这两个呢 它是寄存器 它既不是组存也不是CPU 那么这两个寄存器呢是专为存储器设置的 便于CPU和存储器之间进行信息交互 那么为什么要设置在CPU内部 由于是寄存器 它只能在CPU内部 这就是寄存器的特殊性 我之前跟大家说过了 存储器的分类呢 它最快的就是寄存器 寄存器在CPU内部 由于在CPU内部 所以它不可能多 所以是有限的 我们经常是两个手就数完了 就没有那么多的寄存器可以用 然后接下来 另外一个同学问我 存储器的最小 就是问存储器访问的是一个位呢 还是一个什么样的一个单位 那这块呢我还没讲到 但是我这两个概念给大家说过了 事实上存储器访问的最小单位是字节而不是一个位 我们尽管上次课我就说过了 尽管我们可以从这个存储员来讲 存储器的结构 它的工作原理怎么存储信息的怎么读写的 但是 CPU对存储器的访问从来都是多个位一起访问 我们称之为一个可编制的单元 只有有地址才能访问到 没有地址是无法访问的 那么我们给地址编制也是上次课讲过的 我们最小的编制单位是字节 那么如果你和日常生活当中去类比 我类比了我们叫东叫西 那个教室的编号 那就是给你的存储单元编制 如果你编一栋楼 你可用的就是整个楼 如果你编到其中的一个教室 你可以用到的就是一个一个的房间 那么对于资源 对于存储资源的利用率就提高了 对吧 而不是我一用用整栋楼 而是我可以用其中的一个房间 然后所有房间可以同时被使用 那如果你去奥斯卡看电影 你买的是一个座位 所以它编制就到了一个座位 你一个座位有编号 也就是它的地址 所以你可以找到那个座位 如果它编制到一排 你买票买了一排 所以就是我们要能够呢 用日常生活中的例子 去这个理解我们所讲的内容 我们给出来了 存储器的最小访问单位是字节 那么存储器的最小组成单位是位 这个经常会填空判断 都会去让大家去做的题目 所以要很清楚 那接下来有同学说点名考勤的问题 由于我们用的是腾讯课堂 它自动的记录每一位同学进入课堂的时间 听课的时长到离开的时间 所以是我每次下了课以后会自动导出那个听课记录 然后我们的助教会一一的查看 每个班的人是否到齐了 所以我希望大家能够按时上下课 这是有关上次课的内容 那在这儿给大家复习一下上次课 我们讲到了半导体组存储器 那么其中讲了SRAM 那么SRAM也叫静态RAM 这个大家一定要记住 它是一个非常好的存储器 因为它的速度还是比较快的 而且它的读写时间是相同的 但是由于速度快 所以它的容量不可能很高 那我们为了追求更高的容量 我们就有了D RAM 那我们先来看一下SRAM SRAM这个结构跟书上是一样的 那我们这个是一个T1工作管 它是一个可变电阻 那么它有导通和截止的两个状态 那么从电源一直到D 这就相当于一个闭合的电路 那么我在这儿给大家画了一个示意图 那这是一个固定的电阻 这个是一个可变电阻 那这个可变电阻 它可以从0变到无穷大 那么这个时候 如果是0就相当于一个导线 如果是无穷大 那么所有的电压就都被它耗完了 耗尽了 那这就是这个电路的 这样连接的一个结构 那我们上次课也分析了 它的双稳态结构 也就是T1导通的时候 导通它相当于电阻为0 那么A点直接就被连到了D 所以是低电平 A点的低电平呢 就加给了T2的这个管子的这个工作级 那么这个T2就截止 这个X就表明截止 我们的术语叫这个PN截的截止 那么你就知道截止是电阻无穷大就行了 那么电阻无穷大意味着B点的电位呢 就跟VCC是一样的了 那么它的正电压呢 就加在了T1的这个工作级 那么我们知道 如果这个工作级加正电压 它就导通 所以原来是导通的 它进一步的导通 就趋向于电阻 趋向于0 那反过来这边T2呢 就电阻趋近于无穷大 所以A点的0就固化进来了 就写进来了 这就是我们分析的一个稳定的物理状态 是一个相互促进的 那如果用术语说呢 我们这个图呢 就是一个反向交叉偶合的一个Rs处发器 这是数字电路里的一个标准的一个电路结构 如果你有的基础你可以很好理解 如果没有这个基础 你就理解外特性就行了 就T1导通截止的状态 那么同样的 我们可以分析出来 这个A点的这个低电位 A点的高电位 刚好是两个状态 所以一个存0 另一个就存出了1 那么这样的一个物理器件呢 我们就构成了一个二进制位 这样的一个结构 那么它存储信息的基本原理呢 上次也已经总结了在这儿 那个电路大家还记得 应该自己去画一下 就是一个电阻分压 由于这个结构呢 它有稳定的电源 还有负载那个固定不变的电阻 所以这个分压电路是稳定的 当外界的力量把A点的值 置进去以后 然后把这个 我把它插一下啊 把这个T5T6T7T8 我们叫控制管 也叫开门管 把它去掉 它就等于截止 截止以后呢 我们看一下 这个存储源就和外界失去了联系 它靠自身的结构 电阻电压 就能够稳定在 这个外界给它制的那个物理状态 所以这是一个 那么我们表述呢 就是信息存进去以后 它会稳定的存储 不会因为时间的原因而丢失 这就是S-RAM 那我们把它分析完了 第一个讲的这个存储源呢 我们分析的仔细一点 那后边呢 我们就有了基础啊 就可以不用这么详细的去分析了 那它的优点呢 是这个 这个就是读写时间是相同的 而且一旦信息呢 存进去以后呢 是不会因为时间的改变 信息发生变化 所以它是可靠的 它的缺点是什么呢 就是集成度比较低 因为它要集成几个晶体管啊 它至少要集成这四个管子 那么同样的大小的芯片的面积 我做这四个晶体管 那么来做一个存储源 和我只集成一个晶体管 来做一个存储源 那是不是容量就扩大了四倍啊 所以我们说呢 我们需要速度 我们也需要容量 所以这个呢 就是我们不断 这个优化的一个努力的方向 好 那接下来 缺点给大家也说了 那我们就分析一下 这个 这个SRAM的读写操作 我之前跟大家说过了 它的读写操作呢 时间是相同的 我上次可也问过了 我们的组存现在是DRAM DRAM的读写时间相不相同呢 如果不相同 是读块还是写块呢 那么你手边有纸 你自己把你的答案写下来 那一会儿我们讲完了 你看看你的答案对还是不对 那接下来看一下SRAM的这个读写操作 读写操作呢 要从以下 首先第一步是选中 我那么多的存储单元 我要选中哪一个单元进行操作 那你说选中的这个操作应该和谁相关 和数据相关还是和地址相关 如果回答和地址相关 那么在讨论区输个一 如果回答和数据相关 那么在讨论区输个二 对 好 大家都回答的非常好 就是选中的这个操作 谢谢 谢谢孩子们 选中的这个操作一定是地址给出来的 通过地址选中了这个单元 然后才能够进行读写操作 那接下来 我用这个存储源来给大家解释一下 写写操作的过程 那我们先说一下这个写操作吧 先说写 那大家看一下先写什么呢 我们先说写操作 那写呢 可以写逻辑零 也可以写逻辑一 对不对 那我们就先写一个逻辑一 好吗 我们就先写一个逻辑一 那么这个逻辑一我们看一下 如果我们要把一写进来 也就是A点是高电位 对不对 那首先我们看一下 我们要选中 选中的操作是怎么做的 我把这个擦掉了 让大家看着比较方便 选中的操作 首先给出X选择和Y选择 给出这两个信号都是高电屏 高电屏就加在了T5T6T7T8的这个工作级 所以T5T6T7T8都导通 导通意味着电阻是多少 是零还是无穷大 电阻是零 那么电阻是零 那么我们看一下 这端是和外界相连的IO 输入输出 这端是和外界相连的副逻辑 那么跟我们的位线是相同的 这边是位线的正逻辑 这端是位线的副逻辑 大家看图 那么外界要把逻辑 我们刚说的1 要把逻辑1高电屏通过这端送进来 那么这一侧送什么呀 送它的相反 也就是逻辑0 对吧 我们就说一侧就行了 那么另外一侧跟它那个电位相反 但是操作是一样的 首先那么由于我们把1加进来了 首先选中也就是XY有效 T5、T6、T7、T8导通 我们的逻辑1就这样的就加到了A点 那么这个A点就变成了这个高电屏 高电屏就要加在了T2的工作级 那T2是导通还是截止 T2所以我们就控制的T1、T2 T2就导通 导通 那么B点就是低电位 对吧 当这个B点的低电位就加给了T1的工作级 T1呢截止 对吧 T1截止意味着它的电阻是无穷大的 那么一个无穷大的电阻和一个有限的电阻 这是一个有限的电阻来进行分压 所以A点呢必然是高电位 对吧 那么我们逻辑1呢加到一定的时间 使得这个T1呢进一步的截止电阻进一步的去向于无穷大 那么写的过程就完成了 那么写的过程完成以后呢 我们就撤掉X选择 撤掉Y选择 也就是这些管子都截止了 都截止了以后 这个存储源是不是和外界就失去联系了 那么它靠自身的电阻和电阻 和电阻就维持了A点的逻辑1 所以我们的1就稳定的写进来了 知道了吧 那么这个1稳定的写进来了以后 那么1就存储了 靠自身呢它就维持了 所以这个信息是不会改变的 好 那大家呢拿出纸和笔 我说你写写逻辑0的过程 写逻辑0的时候 那同样呢 我们要把低电频加在这一侧 把高电频加在这一侧 然后呢我们是第二步选中 X选择有效 Y选择有效 对吧 然后这个逻辑0呢 就加在了A点 由于A点这个1呢 就加在了这个B点 由于它是低电频 所以T2截止 由于B点高电频 所以T1倒通 A点就接到了D 是不是我们要把这个状态 经过一段时间 稳定的让T1趋近于0 然后A点的电位 就稳定的建立了 这个过程就叫写入时间 无论你A点原来是什么值 现在我用0 用外界的力量给你改变成0 那么经过一段时间 这个电路就稳定了 稳定以后我们就撤掉了 X选择Y选择 这些就截止了 那么靠自身的这个结构 它有电压和电阻 就维持了这个电位的稳定性 0 我们就写进去了 所以写操作呢 我们看到了写0和写1的过程是一样的 对吧 那接下来我们看一下 对一个存储器除了写操作 还有什么操作 还有读操作 那么我们看看读出的过程 假如说读出是说A点有一个状态 我们要把它读出 对不对 那我们看一下 假如说A点存的是1 那B点的电位是多少 对 B点的电位是0 它们两个是相反的 那我们看一下读出的过程 首先也是选中 X有效 Y有效 选中这个存储源 然后控制管就打开了 T5 T6 T7 T8 这个管子就导通了 就相当于一个导线连上了 那么A点的电位就这么就出来了 对不对 就流到了外界 这外界大家知道就是IO 对不对 那Z点的低电位是不是也这么就流出来了 对 那么我们有几种方法检测A点的状态是什么呢 我们可以用一个电压表在这检测 有没有电压 如果有 说明是高电位 如果没有 说明是低电位 也就是逻辑0 对不对 这是电压的检测的方法 那么我们还可以通过电流来检测 我们用一个电流剂 来检测电流的方向 如果从这一侧到这一侧 我们就知道 这一段是1 如果相反 是不是A点存的就是0啊 这就是读出的过程 所以读0和读1的过程是一样的 我们就靠有没有电压或者是用电流的方式来检测 那么我们看一下 这个SRAM的存储源 是不是结构我们知道了 怎么存储信息的也知道了 读操作也会 写操作也会 你定性的分析一下 读写操作的这个步骤 是不是基本相同啊 所以它的时间是相同的 那么六管镜模式存储源呢 它的性能非常好 读写操作呢 时间是相同的 然后这个结构呢 也是稳定的 它唯一的不足就是因为有电阻 有电源 所以它占用了更多的硅片的面积 使得集成度呢不能够提高 那么也就是存储器的容量受到限制 那接下来怎么办呢 我们就要呢 去优化它 提升它的这个 这个集成度 也就是提升容量 那提升容量 最简单的方法 我就是把电阻电源去掉 对不对 我只 你看我把它们两个去掉 原来你在你的存储源 集成了四个晶体管 我现在只集成 这两个 那是不是 这个集成度就提升两倍啊 这个非常直观的啊 那后边我们再说 这个提升啊 这个优化 那接下来我们就看一下呢 这个 读写操作讲完了 那么我们就看一下 S-RAM存储器的组成 那刚刚呢 那个问题 讨论的问题就是 童优就问我了 说老师 我在访问的时候 是访问一个芯片呢 还是访问所有芯片呢 还是访问一个位呀 还是访问 八个位呀 还是访问更多的位呀 那么在这儿 我们就来解释 这个问题啊 那S-RAM存储器的组成呢 首先我们看一下 这是我们书上就有这个图啊 我们说呢 前面我们已经给大家啊 这个提到了这样一个思想 存储器从概念上是简单的 它只有两个操作 一个是读 一个是写 对不对 它就是存储信息的 那么对存储器的构成呢 它最小的单位是一个一个的存储员 但是CPU从来都不能访问一个一个的位 它只能是多个位一起访问 那最少的位是多少呢 是八位 也就是一个字节 所以大家要记住啊 那么我们看一下 那现在我们啊 看看这个存储 我们把这个叫存储体啊 第一节存储器的组成的时候 就给大家说过了 那么存储体是怎么构成的呢 我们经常是 由位构成一个单元 对吧 然后若干额单元构成一个芯片 那一个芯片呢 它的这个容量和质存都是有限的 我们为什么不在一个芯片 一个芯片里做很质存很长 容量很大呢 大家能不能分析一下 如果我们做的容量很大 那么这个芯片的速度一定很慢 对不对 那么是因为它固有的矛盾 所以我们不能在一个芯片里 做成很大的容量 我们要用并行的方式来提高这个速度 所以通常我们的存储体 是多个相同的芯片来构成的 那就是我这个示意图里给出来的 那假如说我要构成一个4096 这是一个存储器的容量 有4096个单元 每个单元多长呢 有16位 那我们通常怎么写呢 就是4096乘16 由于这个屏幕上写这个太花费时间了 你自己写啊 那么这个存储器的容量 我们就这个给出来了 那我们要构成一个4096乘16位的一个存储体 我们用了多少个芯片呢 我们看一下 我们用了16个芯片 123 这是芯片的数量 那么我们每次访问 如果访问它的一个可编制单元 就是16位 那个我还是写上吧 如果是4096 这是它的容量 这是它的自长是16位 那么我们经常是这么写 这是β 那么每次呢 可以访问一个字 就是16位 那这16位 是从一个芯片里取16位 访问的 还是16个芯片相同的位 来构成这一个字呢 这是一个问题 但是这个问题呢 其实真的不是问题 我们来看一下 每一个芯片的结构是一样的 其中的一个位 它的x选择和y选择 跟这个芯片的x选择和y选择 是不是它的数值是一样的呀 所以我们说呢 当我们访问同一个位置的存储员的时候 我们用的x选择和y选择是相同的 所以也就是地址总线上给出来的地址是一个 我们就可以同时访问16个芯片 那对比着我们来看一下 假如说我访问的是一个芯片的 这个16位 那么你看一下 它的x选择是相同的 y选择相不相同 y选择意味着有16个 对不对 那我们也就是说 要访问一个存储芯片的16位 那么我们需要16个地址 那我的地址总线能不能一次给出16个地址 是不可能的 我们每次只能给出一个地址 这也是我们用多个芯片来构成一个存储体 我们用的是16个芯片并行操作 然后呢 访问的是这个不同芯片的相同位置的存储员 它的地址是一样的 x选择和y选择是一样的 所以给出一个地址 16个芯片同时被访问 然后呢 这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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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提升 并行肯定是引入 引入并行 就是对速度的一个优化 所以这块我们就知道了 存储体的构成 是由存储源 构成芯片 由多个芯片 再构成一个存储体 那么这是最基本的思想 那后边我们会有一个非常重要的内容 就是用不同的芯片来构成存储体 你有什么样的设计方法 那是后边在学 那这呢 我就把存储体构成的基本思想给大家讲完了 由芯片 由存储源构成芯片 由芯片构成存储体 对一个存储器的 一个存储体的一个访问 就等于对一个芯片的访问 就等于对一个存储源的访问 是不是这个基本原理是简单的 我们学了存储源 怎么存储信息的 怎么读写操作的 那么你对整个存储器的操作就明白了 好 那这块呢 就给大家说完了 那接下来把外围电路 这些我们统称为外围电路 给大家解释一下 其实硬件里呢 有很多很多的内容 大家呢 由于基础知识的不够 你学起来困难是很正常的 但是一定呢 别较劲啊 就是说 能够用理解的方式 先去主动接受的方式 先去理解它 因为这都是我们前辈的这个 探索和实践 而且它是实际落地的 计算机就在你手中 所以你不用怀疑 如果你不能理解 那就是说 你没有很好的找到一个 现实生活中的例子 首先我们看一下 这是地址 我们把这个叫 X地址 这个叫Y地址 也叫航地址 这个呢 也叫列地址 这地址一分两半 两半啊 那么后边为什么 为什么要分 我后边再给大家说 首先我们看一下 这个地址反向器 那大家说一下 假如说我这端输入一个零 经过地址反向器 它的输出是什么 大家在讨论区给我回复一下 这个问题很简单 给说16 你是因为 那个看了 把那个所有的位都给出来了 是吧 好 总之它是一个地址反向器 反向器就是一个飞门 对 每一个位 如果这边是零 那这边输出就是一 对 那我给大家解释一下 为什么用地址反向器 我跟你说了 是因为 这个所有人的基础知识 不整齐 有些人他可以 有基础知识 很好的理解 那没有人呢 我去问你 让你回答 你也答不出来 那么地址反向器 它就是一个 我们称之为信号整形 整形的作用 因为地址从地址总线 长途跋涉传过来了 信息总会衰减 总会有干扰 知道了吧 那么我经过地址反向器 这端可能已经衰减到零 我直接输出一个高电瓶 满电瓶的高电瓶 那么就使得这个地址一码的时候呢 它的这个输入是一个理想的值 使得一码器呢 能够准确的一码找到那个单元 而不至于因为地址的这个 这个不稳定找到了错误的单元 所以我们要知道地址反向器 就是信号整形的作用 我们的信号 我们的数据是通过总线传过来的 我们是加载到信号上传过来的 这个总会是有衰减的 对吧 所以我们要去整形 然后一码器我们知道了 它就是一个 如果输入是N位 它的输出是多少位 多少个状态 2的N次方 就是一个一码 我就是要用它的编码 但是一码器每次输出 有2的N次方个状态 每次有几个状态有效 对每次只有一个状态有效 就是选中一个单元 而不会所有状态同时有效 那么在这个示意图中呢 我们是几位呢 0到5是6位 经过一码输出是2的6次方 就是64个 所以可以选中存储体的64行 我们也叫X选择64行 那接下来看一下 为什么要加驱动器呢 那我们再看一下列啊 看一下列 那地质返向器 现在大家明白了它的作用吧 不用说了 一码器呢 也明白了 对不对 跟这个是一样的 那么在这块 有没有多一个驱动啊 在列这个方向是没有驱动的 那说明是不需要驱动 那么驱动器的作用是什么呢 顾名思义 从中文的理解就是放大 我的这个能量不够了 我要把它放大 为什么要放大呢 就是因为行地质的负载比较重 列地质的负载比较轻 我们看一下啊 以这个为例 我先给大家说一下 这个芯片 第一号芯片 它有多少个存储源呢 有4096个存储源 这个就写的呢 它排成了什么样的一个结构呢 排成了一个矩阵的结构 那大家画一下矩阵是个什么结构 你在你的纸上画一下 那也就是说 它有64行 你自己画啊 有64列 行和列是有交叉点的 对不对 64行和64列的交叉点有多少个 就是4096个 我们微电子学呢 来做这个芯片的时候 就是一个矩阵的结构 对 我有64行 然后呢 有64列 每个交叉点就是一个 这个存储源 所以它有64个 有4096个存储源 你数一数啊 那么我们看一下 那这个4096个存储源呢 我们在访问的时候 怎么访问呢 是这样的 地址呢 是先行后列 也就是说 先X选择有效 我们刚刚 那个存储源在选中的时候 我们知道 先X有效 然后在Y有效 是不是选中了交叉点的这个单元 对 选中这个单元 它的控制门被打开 我们就可以进行操作了 那我们看一下 在这个结构当中 你自己 依然在你的那个纸上画 64行 首先我们给出行地址 那行地址要选中 这一行上的多少个存储源 一个还是64个 你得动笔啊 你不动笔 你看PPT也没有 那么他要选中64个存储源 对 那么我们再看 当我们这一行 我们选中了 挂在这一行上的64个存储源 那我到底要访问其中的几个存储源呢 由于自常给出来了就一位 对于一个芯片啊 如果对于存储器就是16位了 因为16个芯片同时访问 对不对 那么我们看一下 对于一个芯片 他选中这一行是64个存储源 每次呢 只能访问一个存储源 因为芯片的自常是一位 所以到底是这64个中的哪一个取决于谁啊 取决于列选择 当这一列是零的时候 访问的是第零号单元 是一的时候访问第一号单元 所以你看一下 列选择 他选中的是一个存储源 还是64个存储源 能不能回答 对 感谢啊 他选中的是一个存储源 那么你看一下 我的长途跋涉过来的信号 我选中64个 驱动64个 跟驱动一个 你用的代价一样吗 是不是不一样 对 所以我们说呢 驱动器的作用 大家就清楚了 因为行选择 他选中的存储源多 带的负载多 他就要信号放大 才能带动这些负载 由于外选择呢 只有一个存储源 他没有那么大的负载 所以他不需要驱动 那这些呢 在书上是没有的 你要听课 如果你仅看PPT 你也看不到 那这些人说 我考试会不会考呢 那么 我们呢 理解这个内容最重要 我不会去考你一个驱动器 是一个什么作用 但是你对这个结构 你会有个深刻的理解 那接下来我们看一下 IO电路就控制了数据的流向 是读还是写 这个不说了 那接下来 再看一看 输出驱动 有了这个驱动器的 这个作用 你就会知道 输出驱动 它是一个什么作用了 读出来的数据 它要加在数据总线上 然后继续传输 所以要把信号放大 才能进行远距离的传输 这个很清楚了 然后控制电路 就是控制你是输出啊 还是输入啊 读写啊等等的 这个骗选 就是每次我选中几个芯片 在我这个存储器当中呢 每次选中16个芯片 那不同的存储器结构 有时候可能选中的 是其中的一部分 那这些呢 都是靠骗选给出来的 那骗选信号的 最用是什么呢 后边 后边讲芯片的时候 给大家说吧 那这个 对于 SRAM存储器的结构 我就给大家讲完了 其实这里边有 很多很多的知识点 那大家呢 重要的是理解 这个思路就够了 由存储源构成芯片 由芯片构成存储体 那么对整个存储器的操作 就等同于 对一个存储源的操作 因为它的 只有读写操作 是一样的 好 那接下来 就给大家介绍一下 这个地址易码 我们把这个呢 叫双易码结构 那事实上 我们对存储器的 地址易码 是不是 从 一开始 我们就设计了 双地址易码呢 那么我们看一下 从 地址易码的 单易码结构 到双易码结构 解决的是什么问题 书上呢 没有分析 它解决的是什么问题 只告诉你 有单易码结构 有双易码结构 如果你理解的话 你就觉得 这个问题真的很容易 而且很有意思 如果你不理解 你就只能去背 所以我希望大家呢 拿出纸盒笔 跟我一起来 这个分析 我们从 第一台电子数字计算机 叫什么呀 还知道吗 它有没有存储器呀 没有 我们从没有存储器 到有存储器 是一个质的飞跃 对不对 那计算机呢 自从引入了存储器 就实现了自动化 因为你可以把程序编好 存到存储器里边 需要的时候 掉出来就执行了 所以自动化就产生了 所以存储器 它对计算机的 这个发展 是一个里程碑的 一个意义 那是不是 我们从一开始 对这个存储器 我们就是双一码结构呢 事实上不是 我们从无到有 我们的存储器 容量是很有限的 容量是有限的 那么我们只用一个地址 一码就够了 因为两个一码 跟一个地址一码 是不是硬件上 就变得复杂了 那么无论如何复杂 我们说呢 它对一个实体的 一个产品 不是一个好事 那么我们看 最早我们的容量 是有限的 如果我只有256个单元 你就想到我们的教东 如果只有256个教室 你用几个二金之位 去编码呢 给出房间的编号呢 那么我们看一下 0到6 这是128 那也就是 如果256呢 就得是2的8次方 对吧 那现在我们给出来的是 多少位啊 0到67 2的7次方 我们最多有多少个编码 2的7次方 128个编码 那么所以我们看一下 对应的存储器的一个字 这个字只有几位啊 看一下数据线 这个是数据线的正逻辑 这边是数据线的负逻辑 我们只看正逻辑就好了 谢谢啊 那个邮静给我回答的是对的 那么这个自长是几位呢 从0到7 自长是7位 所以这个存储器 它的容量是多少呢 是128 乘多少啊 乘7啊 你自己写 后边加一个位 从7位 那么这就是这个存储器 它的容量和自长 啊 啊对对对 对 啊谢谢谢谢 对是8位啊 对是8位 我这个说错了 0到78位啊 所以这个存储器的容量 是128 乘8 嗯 好谢谢 谢谢大家啊 那个提示灵告诉我 马上下课了啊 那还有一点时间 到下课 我把这个说完 那接下来我们看一下啊 那么 由于只有128个字 也就是128个可编子单元 我只要7位地址就够了 所以我就给出来了7位地址 用一个一码器 给出来了多少个一码输出线呢 128个 每一个一码输出选中一个字 啊这样的编码非常简单 啊 这是最早的 这个存储容量是有限的时候 那假如说现在我的存储容量是1024 有1024个单元 自长我现在不管了 就是我要给出1024个编码 那么你说需要多少位地址线 能够编码出1024个代码 来区分不同的单元 嗯 对 10个 非常好啊 呃 那我们先下课休息一下 然后后边再来给大家解释 啊 好 下课休息 10分钟啊 下课休息 精佯 3 失礼 2 4 10 15 。 感谢观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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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行 我们说 除了有 那么作为 感谢观看 感谢观看 什么特点 感谢观看 我们说 感谢观看 我们 那我们 从存在 其中 我们说 对 操作 对 然后 从从 表明 我们说 然后 也不用 然后 我们 但是 我们说 然后 我们 我们 然后 对 大家呢 我们 我们 T5 我们 这个 我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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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后 我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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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 我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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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